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慧儀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上升 上升綜合指數是中午收報3272點升10點 深圳成分指數中午收報11952點升75點 沐森300指數中午收報4122點升28點 創業版指數中午收報2555點升7點 看看港股這邊 見到恆子、蜜福市 今天放假後 今早做高開42點但試過倒跌 最終半日倒升到79點 中午收報19441點 國企指數中午收報6674點升46點 科技指數中午收報4096點升18點 大肆成交半有530億 跟大家跟進一下焦點板塊和股份 見到生物科技股今天大赦 拜登那邊有消息說計劃支持擴大生物製造基礎設施 並且提高美國生物製造水平 最終會達到降低價和加強供應鏈的安全目標 草案內容更加特別提到減少對中國依賴 見到消息一出 相關的股份都跌下來 若名生物半日跌超過1.8% 至於若名康德半日跌超過1.4% 康農化成半日跌超過1.2% 見到另一個焦點板塊就是蘋概股 看看蘋概股 本身都有些消息 蘋果iPhone14系列新款手機 在上星期五在內地已經展開了預售 據報開售不到一小時 所有系列的機型在實體店內已經顯示沒有貨 有外電引述預售的資料 iPhone14系列中以iPhone14 Pro Max最暢銷 已經超越舊版在同時間內的表現 見到蘋果概念股今天都做好 翠星半日升到1.1% 至於高位電子暫時表現最好 升到超過6% 而信宇另外自己也有些數據出來 見到8月手機鏡頭出貨量 按年跌了2.6% 但股價同樣做好 半日升到2.5% 半日收報104.3% 另外看比亞迪電子同樣做好 見到大摩最新的報告顯示 認為比亞迪電子母公司比亞迪股份 在2022年的成功 將會帶動公司的增長潛力 大摩還表示 比亞迪電子的零部件產品 組合多樣化 它的暢銷增長和平均售價可能都會增加 所以將比亞迪電子評級 由大市同步上調去增持 目標價由17元 上調去到6.5元 增加到28元 看到比亞迪電子 今天股價炒高 最高見過26.2元 半日升超過8% 半日收報25.6元 另外看衛來 衛來股價同樣炒高 看到集團表示 到9月10日 衛來換電站的總數突破了1100座 並且計劃年底會興建超過1300座的換電站 2025年全球累計建成4000座換電站 並且 未來獲得德銀青為中國首選的電動車股 未來股價炒上一度最高升到2.1元左右 半日升超過1.7元 半日收報168.9元 另外看8300 益和控股物 見到公司和附屬的公司數碼無汽車 接獲由一間位於美國著名新能源車製造商 發出的開發定點通知書 新訂單開始量產後 基於商定的有關結構件單價和集團 可分配給客戶生產力 預計每年訂單價值是1.4億元 按五年生命週期來計 訂單價值預期約7億元 看到益和今早早高超過半成 之後股價倒跌 半日倒跌0.7%左右 半日收報1.5元 另外看龍湖 龍湖集團8月合同銷售按年升到1.1元 首8個月跌約3成 合同銷售面積128.5萬平方米 增長超過1成 單月實現 歸屬公司股東權益的合同銷售金額 就是145億元人民幣 歸屬公司股東權益的合同銷售面積 就是85.6萬平方米 見到龍湖今天也有微升 半日微升0.9% 半日收報28.5% 最後看回控 回控財務總監邵偉信表示 集團正計劃考慮明年下半年恢復回舊 並且嘗試平衡回舊股份和派息 將正如資本回饋股東 邵偉信指出 正如大股東平保進行對話 但堅持不同意分拆建議 看到回控今天也做好 半日升到1.7% 半日收報48.9%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 現在